这位老先生他曾经是蒋宋美玲女士的御用大厨师 那这位老先生去被民众检举 他在公园拿着菜刀肢解小狗相当残忍 而相关的动物保护人员把小狗挖出来之后证明了 这只小狗是先被车子撞死了 而这位于老先生因为抱不动那只狗 所以呢就先用菜刀肢解了小狗 那么大家也发现原来这个厨师 他之前相当的专业 所以这一回肢解小狗的手法也非常利落 抄起菜刀 于老先生熟练的把五花肉放在砧板上 一刀一片把一大块五花肉片成薄片 刀法利落 于老先生一生的好刀法 但是却被人检举 他在公园拿着菜刀肢解小狗 老先生带来动机所的人员把小狗挖出来 原来这只小狗是先被车子撞死 于老先生不忍心 想埋着小狗却是力不从心 才会生肢解这只小狗 我们这个老人家都不忍心 看这个狗一就死了 摆着力后 他带着力后就没办法买 没办法我就带菜刀就把他砍掉 于老先生用菜刀肢解小狗 守法之力 若连动机所人员都忍不住赞叹 原来他成绩是蒋送美龄的御厨 又是九年到七十一年 还飞到美国在纽约帮他做菜 直到七十六年才退役 蒋夫人御厨因为拿菜刀肢解小狗意外曝光 幸好事后证明小狗是先被撞死 于老先生不会被罚 不过老先生已经吓坏了 他调侃自己 以后菜刀还是在厨房使用就好 东森新闻林玉峰林玉泉台北报道